上半風首先第二個就是 他們有線索嗎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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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召喚 這邊有 線索 unten 銀行 再講 斷 我們到場我們查扣的是一把塑膠玩具槍 那發案動機是什麼 據我們詢問他的發案動機是他現在在外有欠錢 他還不起然後想進去牢裡閉個風口 他有沒有說是為什麼欠錢 那大約金額是多少 欠的金額他已經忘了多少 因為有一些滾到利息他已經也不知道欠多少 有些是生活費 然後也有一些是他部分的玩樂花掉的 大家有多少 他這一方面都還沒交代 那他其實跟這邊有地緣關係嗎 為什麼會選擇 沒有他不是這地區的人 然後他我有問他說要到這地區 為什麼要到這地區來歡樂 他是說如果在他的故鄉的話 他面對一些親朋好友會很丟人 故鄉在哪裡 在林園區 所以是預謀辦案是不是 對 發案是預謀辦案 這之前他有先去勘察的地區嗎 沒有 所以他對這邊的環境是熟悉的嗎 因為其實是銀行離我們分局很近 他對這邊環境不是說非常熟悉 但是大概有了解 因為他倒林工嘛 四處都會經過 所以他有固定的職業嗎 他是倒林工 前半他的那個箱怎麼來呢 然後他是不是除了生活費之外 是不是其實就是想要吃老飯 他的槍 在塑膠玩具槍的來源是在 據他工稱是在十元的商店買到的 一般那個十元商店買的 所以他是大概什麼時候去買 玩具槍 然後他的這個計畫是什麼 他工稱是早上去買的玩具槍 然後到 才到鶏洞去搶 從銀行發案到你剛到達現場 應該在三分鐘內就到達 所以改組是在那邊的 應該是警官的速度很快 警官趕到現場 然後訊息先改組制服 所以歹徒也是在那邊等著這樣 沒有什麼任何的狀況 歹徒那時是還來不及逃跑的 那是銀行行員發現他拿的是玩具槍 所以才機警報警還是 行員跟在驚慌之下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塑膠的玩具槍 行員是憑他的訓練機警通往警員來報警 旁邊有目前的民眾說 當下這個嫌犯在漏網前 他站在銀行裡面是有點神仇有點晃出的 他是精神上情緒比較不穩 還是說可能也有課要求 這方面目前查證還是還沒有 初步了解他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他是在外有欠錢然後還不起錢